在飞掠了人类航天探索史上的最远天体天涯海角之后 新视野号探测器传回了这颗神秘天体的首张近距离的肖像照 尽管依然由爆琵琶半折面 不过天涯海角的真面目正逐渐清晰起来 新视野号动用7台设备拍下了这张肖像照 天涯海角呈哑铃状 长约35公里 宽约15公里 比冥王星的体积小得多 但是科学家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哑铃究竟如何构成 昨天新视野号以每小时52,000公里的速度飞掠天涯海角 最近时距离这一小行星近3,500公里 比2015年飞越冥王星时的距离近了三分之二以上 按照此前的任务说明 新视野号会在最关键的几个小时里 获取大量图像和其他探测数据 不过由于距离实在太过遥远 回传信号花费了约10个小时才到达地球 天涯海角位于科伊伯天体带 距离地球64亿公里 天文学家普遍认为 天涯海角是太阳系形成的残余物 是大约46亿年前形成的宇宙垃圾 对研究宇宙的起源有巨大价值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